哈喽呀 我怎么感觉今天 哈喽晚上好 我怎么感觉今天这个 是我太久没直播了吗 我感觉 我感觉眼睛怎么 这么大呀 是 有吗 怎么感觉这个 怎么 我怎么看我自己这么陌生呢 这感觉 哪里开大眼了 没有 可是我很久没直播了呀 大眼 大眼是零啊 瘦脸也是零啊 亮眼 大眼 瘦蹄 都是零啊 啥都没调哎 我什么都没调哎 为什么 哈喽 为什么今天怎么看自己 刚刚看油啊 你看哎呀 我现在是 他上面显示是零 然后呢 然后如果大眼的话就是这样 我什么 什么什么呀 什么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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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什么呀 什么呀 你是零就你是零呗 关我啥事 我又不是 谢谢Leo的99个荧光棒 等一下啊 我给卢欣宇发个微信先 我可以试 我不可以试 我不是 谢谢一堂一夜的荧光棒 今天刘海 对我今天这个刘海 就是我问那个姐姐 我说我如果 搞偏分或者中分会怎么样 然后姐姐说 我的这里有个楦 她说你没有办法偏分 因为你有一个楦 她说你还是那个 那个吧 今天开心 今天挺开心的 今天没有跳错 当然很开心了 昨天那个River 昨天River 我已经学到自闭 我看到翻盘了 但是没有来得及翻 前几天 为什么这么问我 我每天都很开心啊 我很开心啊 看不出来吗 哈哈 我很开心啊 我吃饭了吗 没有呢 对 那个River 我昨天学完之后呢 然后老师说 老师说 我们再慢的来一遍吧 她说 看到了林佳怡眼里的绝望 然后 谢谢乔治的50个影光棒 然后她说 看到了我眼里的绝望 然后后来大家就陪着我 都来了一遍 然后后来大家就散掉了 散掉之后呢 我就蹲在那里非常自闭 然后很自闭 然后 然后他们就来 水水前辈 还有那个佐佐老师 在安慰我 没有关系的 大家都会有这么一天的 然后水水前辈说 她 她之前学River的时候 也就是说 有点那个 她说她也学哭了 然后后来呢 大家都散了 散了之后 我跟王英柳 他们就在跳嘛 跳完之后呢 就跟小树前辈一起 又合了几遍 小树前辈说 她之前也学River学哭了 River这首歌 收集了多少 美女的眼泪 谢谢小生的权杖 嗨嗨 谢谢你的权杖哟 不是单独找我谈的 没有啊 就在练习室里面 因为我非常绝望的 蹲在那里 就是抱着 抱歇 这样蹲在那里 就是很绝望 对 就蹲在那里 非常的绝望 然后他们说 没关系 大家都哭过 就都哭过了 那就还好 我没掉眼泪 我是差一点 谢谢夏日 好 就是差一点 上一次学舞 学崩溃 还是学星座 还有什么 萌马都没有学崩溃 她妹妹晚上好 是跟我说还是跟我妹妹说 眼睛也没有亮晶晶 就是人很绝望 但是也没有亮晶晶 没哭什么的 学萌马 星座 哇 星座 星座的动作很变的 就是星座的动作 它都不是不顺 它就是很变 然后呢 每个动作都没有连贯的 它就是每一个动作不一样的那种 很难记 想我的话 那你就多看我 就不想我 对啊 那都能学点老歌 还是挺好的 就比如说River这歌 看前辈们跳的时候 就不觉得这么难 自己跳的时候 自己学的时候就好难了 明天就要学星了 是吧 River River学酷了好多美女 嗯 古早的而且还有站位什么的 还好是短版 萌马的图 萌马 萌马已经是13号的歌了 不要喊我的大名 你喊我的大名 要干嘛 对啊 后天又要公演 后天 后天公演的安可明天学 然后 学乌渣吧 本来就是要学乌渣 万一就真好是乌渣了吗 林嘉宜 我怎么感觉我这人这么黄呢 谢谢乔治的十个玫瑰花 明天学 本来今天晚上学的 嗨 嗯 不要喊我的大名 本来今天晚上学 后来决定明天学 昨天也是嘛 昨天那个 River也是昨天晚上 昨天六点钟排的 今天就上了 林嘉宜问号 林嘉宜问号 可以林嘉宜句好 林嘉宜感叹好 都别 求求 我一天 对啊 昨天就在练习室待到很晚 嗓子已经好了 我现在 一点都没有 病了 我现在没病 不是 我之前也没病 就是我的感冒已经好了 全都疑 怎么还有欧嘉宜呢 我已经好了 林嘉宜 不是的 是因为昨天实在那个了 昨天 昨天如果不翻牌 或者怎么样 就是其他东西全部弄完就好晚了 昨天我们几个人待了好久啊 就是为了学River 谢谢梦有甜甜 秋天的奶茶 超人 你超人 感冒好了 对啊 就没事了 感冒 现在感冒好了 就是感冒好了 应该下次就很难感冒了 我们很快吧 我们上了高架吧 没办法 昨天是真的没办法 我昨天如果不熬 我今天 那首River大概就上不了 然后昨天 昨天他们问我 要不你明天别上了 我说不行 要不你明天River别上了吧 不行 谢谢梦我的秋天的奶茶 今天堵车 哦是哦 今天过去的时候还是很堵 今天有些人机长 居然用我的套路 这样子跟我机 我差一点就要告诉姐姐 有人跳机长 他居然学我 这件事情不是只能我做吗 然后我要跟他机长 他这样子 然后我都是 他不会要跳 我就当时差一点 我就通知那边的姐姐 跟他说 有人要跳舞机长 拉入黑名单 永生永世 不得进入新梦剧院 谢谢奶奶的巧克力 没有他应该是开玩笑的吧 什么再看一遍 竟然不会21号试试 完了以后林嘉宜的粉丝 不会都这么机长吧 什么和林嘉宜一样话 再去复盘一遍 去挂 挂黑 他后来还是机长 那个摄影机旁边的圆球 圆球是什么呀 就是一个黑色的球 然后放在那个 立在那个摄影机旁边 什么东西 我看那个 你有个球 监控 什么时候安可五载 大家可能不能跟你说 这都是秘密 那是VR VR干嘛用呢 对今天多了颗球 很大的球 而且有很多个那个 公演直播VR收费 那如果我不看VR版的 就不用收费呗 说到球你就想起了 别想起 不要想起 谁花时间就把谁说进去 你们 你们太敏感了 我都 我其实说出来的时候 我那个姿势一摆出来 我就有一点想起 取消摄影位的意义 就是开VR什么 果然都想起来了 以后要付费看Fox 他是可以单独看一个人吗 就比如说VR那个眼镜 我付完钱戴好之后 单独可以看这个人 还是说也是按照他切进来的 单独可以看 他一场又收多少钱 他不会是包月或者包年的这种 每天接房必修 别呀 太有趣 放一排 要放16个 之前搞过 这个我真的不知道 可以选择视角 第一视角 那他们最开始搞的时候卡不卡糊 画面糊不糊 现在讲话要严谨 画质4K就是比Fox还要那个 还有清楚的是吧 还要去 是啊 还有整个VR设备呢 那我如果家里的手机平板电脑飘一飘 风吹跑吹跑了 那如果家里的手机平板电脑都没有办法呢 没有办法看呢 还要买设备 设备不会是要找48买吧 我为什么今天这么黄啊 我看我上次直播回放也很黄 是衣服光的问题吗 以后可能是哦 虚拟偶像 你去哪里啊 你去啊 没有我了呀 哦 我跳River去了 哈哈哈哈 你有毛病 你有毛病啊 我在直播 不好意思 打扰了 你有毛病啊 我也觉得 就按照目前的这个 你在干嘛讲什么很严肃的话题呢 就是刚刚在骂你啊 刚刚在骂你 为什么骂我 就对你不耍很久了 就骂你啊 我不相信 你不相信 你不相信 你真的爱我 你不可能骂我 谁说的 我刚刚骂的可难听了 你这个人 就是口是心非 谁口是心非 就是在骂你 你增高电 这是几厘米啊 两厘米 哈哈 内增高电 我看 哎呀 这个是买鞋子送的 你觉得他们信吗 他们信不信 重要吗 这是买鞋送的 林佳怡 林佳怡当然要垫一点内增高嘛 嗯 就是说 两厘米嘛 现在的鞋子 外面的底都有两厘米呢 还是要垫一点内增高的 今天MC的时候 MC几啊 MC3 那他贴M4 哦 而且MC3 MCMCMCM4 电MC3的时候 小五站在我旁边 我一转过去 我说你今天没有垫内增高啊 他说 我穿白鞋 从来都不垫内增高的 我和小五 那当然是小五垫的多了 他都是10厘米 晚上垫的好 13 13 13厘米啊 我就垫个2厘米 最多3厘米 你不穿再高一点13厘米吗 下回要166升高了 垫个 垫个4厘米差不多就166 一转过去 对啊 就是一转过去 要这样看 但虽然也没有这么那个 这么那个 哇 小五他穿高跟鞋是可以的 我是不行 我们公演鞋一两厘米吧 我稍微高一点的鞋我就不行 人就是很差劲 垫180 我直接踩高桥上算了 还垫180呢 他不锈钢那个鞋 哎呀是啊 他后天又要跳不锈钢了 他又不锈钢那个鞋 就是小五那个时候 去买13厘米的不锈钢的鞋 不是13厘米的不锈钢 是买13厘米的鞋 跳不锈钢 然后我就觉得好卷啊 好卷啊 他为什么穿这么高的鞋 那我 然后我那天正好是跟他一个 搭配的那个 那个嘛 就他6号我5号为这样子 就是我们俩在中间 有一个抬腿动作 我就觉得那我在他旁边 岂不是很矮了 那很丢人啊 然后我立马就下单了一双 因为我们公演那个 大概是两厘米 两厘米还是三厘米 我立马下单了一双七厘米的 买回来一穿 不来塞 走啊 没办法走 然后我就 我就退掉了 结果公演当天 穿好那个 剧场的鞋 发现 哎呦 他也没有比我高多少 没关系 他反正没有比我高多少 真的很卷 可是我穿钢铁鞋走不了道 我可能就是 绝我都抬不起来了 好卷啊 现在连鞋都要卷 你垫个两厘米 我就必须垫个2.5 你垫个2.5 我就必须垫个3 还有什么要卷 没什么要卷的 我们之前应该有卷卷这种 哎到处都在卷 给你们分享一下我的被子 你又开始卷 你们看我的被子 它真的很舒服 而且它很漂亮 它的配色是蓝白的 它的旁边还有花边 它很软很厚 然后呢 反正我的被子很舒服 是女孩子会很喜欢的配色吧 蓝白色 其实戴过被子 我背后那个玩偶 我背后那个玩偶不重要 女科同学在卷比谁加班长 为什么 你们班长很漂亮 然后你们都想加他 什么叫被子很娘啊 一个女孩 可爱的女生 用这种可可爱的被子 怎么样 女孩子不应该粉红色吗 就是说 但是我的英文色是蓝色 我更喜欢蓝色 所以呢 就是蓝色 双十二可能会买一个替换吧 买个粉红色 你喜欢比较压抑 你千万不要用比较压抑的那种被子 人会睡不着的 余嘉卫有一床斑马被 啊 你不要再提了 余嘉卫 我先我妈妈换了换了 余嘉卫有一段时间睡不着觉 就是因为她的被子太黑 不是 我上次看了一个段子 她说蓝色的被子容易睡好觉 对啊 我这样就睡得可好了 我这两天真的睡得可好 双十二换个 怪不得呢 试试的可好了 我不喜欢吃蓝色的 谢谢 救赛 21个赢过吗 什么双十二买个T啊 你在是吗 我说的是双十二买个T换的被子 被套要换的嘛 是不是 你自己双十二去买个T吧 真是 我真自伪了 啊 怎么有这样的人 我不知道啊 这个我不懂 这个这方面我真的不懂 这个我真的不懂 我不理解 斑马被 对啊 因为他那个被子颜色很深 所以会睡不着 下星期要冷了 我现在的被子可好 直播封面哪里有啊 等一下 我的微博里有 虽然啊 我先跟你们说 我 我 我不要 嘉宜不要哦 嘉宜不是哦 打妹打妹哦 那你自己去买吧 为什么颜色深会睡不着啊 就是说 EMO吧 很EMO 这个被子 很EMO 我的图出来 但是 我的图其实很久以前就出来了 也不是很久以前 就是前天出来 我拿到图之后呢 人就是一整个 无语 无语的状态 为什么无语呢 就是 我把图片发给了玛娜 她说 挺好看的 但是 看不出来是你 然后我把图发给了张燕燕 张燕燕说 哎呀 有点感觉 但跟你一点也不像 然后呢 我就把图 给 劈过头了 就我的脸 她把我的脸就是 拉成这么小 然后呢 然后呢 我就跟她说 你把我的脸修太小了 然后呢 她就把我的脸又拉开 拉开之后呢 我说你能不能 就是不动她的大小 你只是稍微劈一下 滤镜什么就好 然后就是 然后所以 皮了很久 她一开始把我的脸修成了这样 然后那个眼睛 这样 这样子 因为状态 你知道吧 然后呢 就 我拿到图之后 我说 是谁 就是那天 就是那天那个妆吧 可能因为你看 我是不换卧残的 然后那天那个妆 那个卧残很大 然后 就那个 可能 只是跟这家店 不是很合吧 只是八字不合吧 就是 不是很合适 那就换个别的 拍拍 我不用 对对对 我给你们看看啊 那个 她是怎么样的 眼睛 眼睛有这么大 然后呢 瘦脸 瘦脸有这样 对 她给我批完之后呢 就长这样 然后 就是 批完之后 脸就长这个样子 然后我就说 还挺好看 可是这就不是我了 这就不是我了 我就觉得太假了 是吧 虽然挺好看 就是 就是我确实没有 但我就这样瘦蜡 算了 人不能搞这些虚假的东西 完了 要开始给大家变身 就是 然后就那个 就不是我本人啊 我的脸没有这么显 后面玩具 哪里不对的 我就不长这样 爱爱不爱 不爱拉倒 真是 我就不长这个样子 人 得 现实 能不能把发际线皮皮 我感觉 口袋48 如果出了那种 可以把发际线拉低的 美颜功能的话 我就可以线留海 跟大家直播了 那等那个下播了 我去发吧 那天官博找我要了一张图 就是说他要发早安博的图 然后我就 你知道吧 就十张照片一张都选不出来 对 我人很叛逆 就是说你们让我 长好看一点 我偏不 你们让我长丑一点 我也不 露馅该怎么办 就是 有美颜脸就会一大一小 不大 不小不好吧 凸了代表变强了 那我应该从小到来都很强吧 你饿吗 吃什么 你要不先吃点香肠吧 真难吃 那就别夸 凌家姨 为什么 我现在就 我就不行 我今天还没吃 对啊 因为我不知道吃什么 然后回来就先剥吧 这个神能不能拉到一样长 哎 我就是不要 我就要他一边长 一边短 就是让让你不舒服 嘿嘿 新款薯条 哎呀 想吃薯条很久了 但是外卖 点不到 我昨天不是点了肯德基吗 然后呢 我就吃了一个汉堡 我就没有 没有吃了 都给他们吃 反话 对 你让我怎么样 我就不怎么样 营养怪奇环境 自己炸 哦 你们会炸薯条吗 老母牛 生不出小牛仔 是什么意思 牛 就是反正 你就是夸我牛吧 自己 你们会自己炸薯条吗 你会拍炸薯条的人 拍炸薯条的人 炸薯条不一样哦 薯条 不是我说的不是买现成的薯条来炸 是用土豆 土豆 你们知道吗 土豆 你好吵 那我怎么知道吗 刚刚点开的呀 土豆 把它皮削完 然后切成那个方条 不对不对啊 我很会炸薯条的 就是你把那个土豆切成方条之后 裹那个淀粉 就是你要把它控干水分之后呢 裹淀粉 裹完淀粉之后 放到你的那个马甲袋里 那个叫什么 一次性袋子里 然后放到冷冻里面去冻 要去冻一下 不然的话炸出来就软了 你冻一下炸出来就脆了 你把它冻硬了 然后一根一根的 然后再油温到多少度再下 我可不可以炸薯条 我还会做煎蛋水饺 也自己做 会有那种自己做出来的 好吃的东西 你们你们不懂 你们你们你们不懂 可是炸了放凉了 它不就不好吃了吗 这个时间你都赚了好几份薯条钱了 你你耶路靠毕竟是不一样的 大家也不能 就你你可以多卖 炸薯条的时间 你能多卖几张生鞋和握手绝了 现成的炸不干净 这就是一牛吗 一牛是说 嘉心路第一黄牛的意思吗 就叫它一牛吗 你们这个薯条啊 不是 温州 温州腔可不是这么说话的 温州腔怎么说话 温州 你这个 温州话我不会 炸黄牛那不好吗 那谁敢吃 二牛 猜胃 哈喽呀晚上好 我的胃衣都好 是吧新买的 林嘉义不会说本地方面 会 但是温州话 会的不是很多 我是不是有点看 温州话 上次不教过大家会不吃饭吗 七窝 然后呢上海话 感觉上海话 上海话吃饭怎么说 李嘉义上海话吃饭怎么说 掐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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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你再来点那个腔调 你加进去 我没有那个腔调 你来个腔调我看看 你真的好饿啊 好饿 恰尾 温州话对啊 所以我过两天要回趟温州 什么时候回温州 下次公演结束回趟温州 就是说11月份的最后一天 不是 最后几天人就要回温州了 再次跟大家见面 今天就是12月份喽 斗胆问一下 海练 River 哭了的有我吗 只有我 但是我也 我也没有 你笑的太大声了 没有啊 我就是 我也没有那个属于像 于家卫今天在后台一样 哇哇大哭 哎 你干什么啊 你这个人 快踩我呢 你们好烦啊 你也穿个增高鞋链 我今天没有穿增高鞋链 那你为什么不穿呢 我也不咬穿不行吗 好吧 我表哥又要结婚对我就是我的表哥又要结婚了 他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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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举办他的第二次婚礼不是举办他的第二次婚姻他要举办他的第二次婚礼 既然没有吃到和平饭店的酒 那我就要回去吃温州的海鲜 到时候可以告诉你们就是 婚礼可以有两个 婚姻不能有两个 为什么两场 因为那个大家他我表哥和他老婆还有我的娘娘他们都是定居在上海的嘛 但是但是像我奶奶啊 他们都会在温州 就是都是在温州也就没有来上海那么所以要温州的亲戚举办一次上海的那个亲戚举办一次婚姻 对但是婚姻得是一段婚姻结束了才开始另一段婚姻不可以两段婚姻同时 这样子容易被拉进去关起来 羡慕能出上海 怎么换了个藤像这个是 对那是犯法 要是可以去 这里有人发言很危险 警察叔叔喂 喂110吗 这里有人发言很危险 请把他抓起来 对啊可以有很多次现在已经没有像以前那么的 就是封封建啊或者怎么样不合适就换吗 我先有 他先有第一个 是啊 你想要两个你得先有你才能有两个 不对两个不能要 今天鱼家胃可太好笑了我在那边 吃鱼香肉丝 你问我为什么总吃这个 我说因为好吃啊 你说不对因为你应该你应该说因为里面有鱼 业务有有啊你可以加入那个 应援群 他公告里面有 你可以去看看 应该有发公告吧 不知道你可以问一下管理什么的如果没有的话 鱼香肉丝里有鱼吗没有鱼但是他名字里有鱼 980660 是291 你980660251是谁的 应援群给你又背下来了 谢谢六根影光棒谢谢老好人的玫瑰话 你这251是谁那给你背下来了跟我就差这么一个给你背下来了哟 我的是291不是251 不是251 鲜一个 好像现在就只有鲜一个那个 你自己应援你自己 对对对对 你自己应援你自己可以 但是你应援你自己啊你怎么可以跑到林嘉宜这里来呢你是想把我的粉丝拉到你的群里面吗 密码还是海伦凯乐 密码海伦凯乐生日是口依前辈的海伦凯乐生日 我跟海伦凯乐 唯一的有关的地方就是我们都是女的了好吧 我跟海伦凯乐唯一有关系的就是我们都是女的 没有其他关系 就是没有关系 密码是 哦密码 密码是几期了之前密码不是说是我的生日吗 你们什么时候改的 怎么都不通知一下我 万一以后人家问我应援去密码是什么 有意见就有意见怎么样 哦你居然知道我的生日非常不错啊 你是说我画的不好看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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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二月十三是他的生日 二月十三是谁的生日啊 我知道呀 加个群要特意问生日 西数 哦这样的吗 那要不直接问他是 他的名字是 林嘉宜 总觉得别人好看是这样的 每次吧都是觉得别人的好 那实在不行 你要不就用别人的 啊我好坏 西数 生日不是打开我的主页就有吗 生日不是也能直接看吗 难道生日不能直接看吗 生日不是打开就直接有 今天 公演开场前 李嘉宜差点把我整个头发掀起来 哪里呀 因为我后面不是有一个这个鼓吗 哈喽晚上好呀 怎么都提了我 我后面不是有这个鼓吗 然后余嘉宜呢 他的星座的漂亮手指甲上面 是有一个什么 蝴蝶结 然后他的蝴蝶结呢 就把我的头发这样子 我倒是非常震惊 我一个转头 非常震惊 生日看不到 这样的吗 生日原来是看不到的 那是大王的问题 太差了 吓死我了 我以为 我以为我的头发不好 谢谢1.2.3的 秋天的奶茶 干嘛 你怎么了 我为什么呀 是啊我感觉好像点菜主也能看 我看了他们的 又发的视频 我感觉我头发的分界线好明显 你们有感觉吗 就是黑色的和棕色的好明显 是染一面呗 确实是吧 但是 还疯了 这个头发老是要长长长长长长 直接染黑算了 直接剃光算了 两人骂了还发钱呢 剃光 可是剃光它还是要长出来的呀 再长出来怎么办 不会吧 你剃光了头发 还需要长的呀 你脱毛了你的毛就不长了吗 你把你胳膊上的毛脱掉了它就不长出来 你怎么 你知道你的微信银声多么的恶心吗 我的微信银声怎么恶心了 哎 万一人家给你打电话 你的微信银声唱的是 每个人的身上都有毛毛 这很恶心 很恶心吗 谢谢打工的福音的三个秋天的奶茶 这里有远峰蓝 啊我这里没有 远峰蓝没有 一个T也没有 谢谢Corel的秋天的奶茶 谢谢于馨的秋天的奶茶 真的吗 我这个确实 我哪里有光 什么哪里有光头 有人要剃光头 之前不是快叫爹 对呀 之前是快叫爹 别冲了 冲啥冲是那个 充电铃声 旁边的鱼 它的是什么 好运来 你还提呢 好像今天这么多人 在后台 你打电话 不是很正常吗 你怎么给我打了那个什么手机电话 把每个人身上都 因为我 因为有我的号码 没有 没存 没存 但是他们的号码都很好找 因为北京的号码和山西的号码 就是说 都很好找 但是我这上海号码太多了 就没有你的 小鱼道立洗头练好了吗 我感觉他要到明年了 小鱼到现在还没有道立洗头 可能在某个舞台 舞台上面应该能看到我道立 真的 但是可能头不一定 但是能看到道立 可能 要不这样吧 你道立 我帮你洗头 我们各退一步 哎呦 你看你帮我洗头 可以听一次瑜伽卫的闹钟吗 你先给他们听听你的闹钟 他们闹钟会在狗叫 不是 他有的时候他不一定 你懂我意思吗 我一个闹钟 他每次他都不一定 你知道吧 一会儿这个声音 一会儿那个声音 还有鸭子就 他闹钟口罚了 我这次不知道这个是什么 什么声音啊 我只是给你先 那个一下 对啊 但是 我定一个 定一个17分的吧 现在15分 定16分的吧 每次 小鱼今天 因为小鱼 你 你就说 没有吧 我不知道 不知道我能不能说 我如果说了 他不开心 那怎么办呢 我还是不说了 什么都是 他们问你们 今天为什么哭 我在后台 因为小鱼哭了吗 然后呢 我在后台 我实在不会安慰人 我就说 瑜伽卫 别哭了 你好丑 然后 然后呢 后台的阿姨就笑 你知道吗 后台阿姨都笑我 我说我真的不会安慰人 你不要让我安慰你 等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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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 你不要让我安慰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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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意思 尴尬 对 小鱼 小鱼觉得自己有一点尬住了 所以他就那个 别躲啊 对 就是说明这个人想要好 所以他才会哭 如果这个人那不想要好 他觉得随便吧 无所谓啊 随便讲讲就 就那个 但是我只会说 就像别人就会很 就是安慰小鱼 没关系的 你 你这样做 我一看着我 我就哭不出来 后面就憋在这里 然后看到你一下 哇 就哭了 对 可口一在他坐着 他说 小鱼 我把你当着他在面哭 我还是要面子呢 然后李嘉宜一过来 然后我又不会安慰人 就口一那时候安慰小鱼的时候 小鱼还只是抽气 就是只是掉两滴眼泪 我一过去之后是 哇 然后就那个 然后我就跟于家卫说 我说 我说于家卫 我不会安慰人 你 不要对我抱有太大的期望 然后我说于家卫你好丑 你别哭了 你的眼线都晕了 他说什么 你化妆了 你别哭了 你好丑 然后 楼上的阿姨 你应该去跟五国韩学习 什么叫语言的魅力 对不起 我不会 然后阿姨就在后面笑我 换衣服的阿姨就在笑我 我怎么安慰 我真的不会安慰人 就是说 我真的不会 致命提问 什么时候能做个知心大姐姐 就是 安慰人这个东西 我真的没办法 我好直男救命 小贝 因为小贝 我刚去小贝房间给卢欣姨拿东西 然后小贝看到我 为什么每个人看到我都哭啊 小贝那时候躺在那 你有这种母亲的那种光环在身后 小贝那时候躺在那 然后我一进去 我说怎么了 然后小贝 哇 然后我说 你先别哭 我先直个播 直完播我再过来 你先别哭 就是每个人看到我都是 哇 救命啊 瑜伽卫 对我没有办法安慰别人 但是我都不会哇一下哭 我都是偷偷哭 我就哭可丢人了 你可 哎呦 我给你模仿一下 林嘉宜哭秀 躺在这 我给你讲 啪这 不知道要干啥 啪 然后我说 林嘉宜怎么了 嘉宜 嘉宜别哭啊 怎么了怎么了 你拿那只手做眼神 你拿那个手哭 你看看 你干啥子 我说 我说 林嘉宜啊 别哭 林嘉宜 她就这样趴着 她在那 然后然后然后 然后我说 林嘉宜啊 你怎么了 别哭啊 怎么 你告诉我呀 她也不说 然后后面过一会儿 为什么 就这样哭的 你就这样哭的 我没有吧 你就这样的 那我也没有 你是这种 你不是像我那种嚎啕大哭 你是那种 你是那种 边哭边说原因 那种 你就是这样的 你就一直在这样子 我说 怎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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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你就 这太好笑了 对 我是一个属于抽气的那种哭 于嘉宜就是 看到手远 就是哇 我会把自己哭到 就是鼻子塞住 听着怪可怜 是啊 因为我觉得哭可丢人了 那是那熊不是 你哭完之后 我不能哭了 明天眼睛要肿了 因为我掉 我 我就是 就是哭个五分钟 我的眼睛都能肿 就是很明显 这个人 他哭过了 就是很明显 于嘉妹不管怎么哭 他眼睛都不会肿 这个人就是年轻人吧 然后张冉哭完呢 就是双眼皮变得更好看 我哭完啊 就是那个眼睛 就所有人一看 这个人他绝对哭过了 真的跟那个 然后那个 对 我是能喝咖啡 那我不知道为什么 那天喝完就那个 然后一柳就来安慰我 一柳一开门 他说你怎么了 我说我没事啊 一柳说你那双眼皮肿的都快凸出来了 然后 然后呢过了一会儿 武汉来了 武汉说你怎么了 我说没事啊 武汉说你那眼睛水蜜桃似的 就每个人就都能看见 怎么这么明显 这烦 还会把自己 你怎么还不那个 他怎么自己没了 我这么好张 等了半年了 谢谢一大大大三的 一个萤光棒 喝咖啡不会苦 但喝咖啡会心悸 大家千万不要空腹喝咖啡 我就是空腹 我就是空腹喝了一杯冰美式之后呢 导致我整个人心跳 非常非常的快 然后然后呢手就 我的手发麻 不是因为咖啡的原因 我妈妈说我是颈肥病 她说我是颈 我是什么神经被压到 她说医院也看不好 怎么样你爱了吗这个声音 多叫一下 她就是这么叫我起床的 还是这么叫我起床的 多有怨啊 每次你这个闹钟 都是这样叫我起床的 她真的就是很像 这个每天早上 她带完定闹钟 我都是这样被叫醒 就是我问我妈 我说要不要去医院拍个片子什么的 她说 但是百度说我可能会 说我是什么 说我脑梗 没有 怎么可能 不是 我是这么搜的 我给你们看 她说我脑梗 哎呀百度说的越人越来越苦 我上次我就跟你说了 我说你可能是哪里压到神经了 那你还说 那你还说你 你还说什么 你咒我啊 你不相信呀 手臂到手指发麻是怎么回事 她说 病人一侧胳膊手指发麻 临床上可见于脑血管疾病 以及颅内战胃性疾病导致的 就说我的多半是突然出现 伴有头晕头痛 头痛的 我其他肢体麻木无力 但是我没有高血压 我就低血压 她就是说我那个 我不是 我可能是有点颈椎 她说是颈椎肩盘导致硬膜囊 以及神经根受到刺激 我应该是这个 因为我妈妈也是这个 睡觉姿势 我脖子不松啊 我只是就是手麻 从这个地方麻到手指头 就是手机拿着都在这样抖 然后就是整个手指头发麻 但是又不像我们有时候腿麻的那种 就是没有办法动 它又能动 就是微微的麻 就像蚂蚁在你那个啃你似的 就是 就是这样麻 什么少抽点 我不是碰一下麻 我是 我妈说可能着凉了 因为她也有这样的病 就是她也会麻 她说她都麻了四十多年了 她说到现在也没看好 抽多了 我手麻 我不是抖 就是麻 她也麻了 就是我妈妈她就会麻 因为她的颈椎还有腰就不是很好 她说她是坐月子没有坐好 她好像是坐月子没有坐好 着凉了 然后呢 然后我可能有一点那 然后我就问她要不要去看病吗 她说不用 我也是坐月子 我真是好想骂人啊 你在坐月子呢 什么鬼啊 我妈好像是生我那个月子最没有坐好 对我妈 你晚上生一天呢 你晚上生一天呢 不跟你说了 就是你本来6月6该出来 但是现在6月7出来了 对 你为什么在你妈多地在这么久 因为我妈吃太多了 哈哈哈哈 你生出来太大了 你生出来几斤 不是 7斤多吧 7斤多 我生出来才5斤6两 那你是那你那个叫不正常 哪里不正常 5斤6两很正常啊 那我不还8斤呢 她不10斤吗 怎么可能啊 男的都不是 我第一生出来8斤 我妹身上6几多 我5斤6两 我是最小的 我身上最小一个 鱼 对啊 鱼是6月7 你妈身体身多久 我妈 我怎么知道 你妈不告诉你吗 我妈身我身了12个小时 我怎么知道她身5个小时 三千五百克是几斤啊 五斤 六斤 哎呀我算不来千克克还有斤 千克往克就往后划三个脸 我算不来这个东西 千克到克往后划三个脸 就是五百块斤 就是千克跟克我能算 但是克到斤你会吗 你也不会吧 克到斤就是 克到斤就是多少 一斤等于多少克 你看你也不会吧 一斤等于一克 一斤等于一克 余嘉蔚说了 一斤等于一克 一斤等于五百克啊 你小垃圾 怎么 我买菜的路线都不按筋算的 你还是买菜 算什么 好大的本事 对 对不要说这个课我听不懂 他是初中生我大学生 那学校里也没教这个呀 学校里也只教了 那个 什么他才十五岁 谁说的 一公斤等于多少克 一公斤等于多少斤吗 一公斤等于多少斤吗 一公斤等于一千 一公斤等于十 一公斤等于 一公斤等于 等一下我知道的 我现在是86斤 算到公斤的话就是43斤 对吧 43公斤对吧 两斤 我算体重还是会算的吗 我现在是86斤 公斤的话就是43公斤 对吧 那一公斤等于多少斤 对啊 我一公斤下意识真的以为是一千克 谢谢我不客气 大学生也不讲 不学这个吗 我们前两天还在说 就是 王一柳他是个理科生 他看到数字就特别敏感 他说老师教的那些题目的话 他都 他都不会 就是一看就会 那种局一反三什么的 就是只要一个题会了 那剩下差不多类型的题目就都会了 但是我就不行 你行吗 什么 就是如果一个题目会了 我不行 你也不行 数学我也不行 就是这个题目 我就算做四五六七八次 我还是 不会 那怎么跟五不寒呢 一个会 不是 你去玩玩我的围巾上 哎呀不行 我拿着跑 真的一个吗 哎呀我你尝了你那个围巾 你为什么我挺的围巾 学霸和学长哪有啊文科生做那些阅读理解还是很那个的 他说他最不喜欢做的就是阅读理解 但是我最喜欢做的就是阅读理解 因为阅读理解可以套公式 你们不知道吧 比如说他问你这个环境表达了什么 你就要说这个环境渲染了怎么样的氛围体现了怎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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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比如说人物描写就是从侧面体现了什么什么什么 我会这个 英语的阅读理解去原文里抄不就好 反差就是不一样的天吧 就是16吧 他16他连那个都不知道 他连那个什么妃子结语什么的 他问我 他问我们 宫女和妃子有区别吗 婢女和妃子有区别吗 对 所以跟他那个味道一模一样 真棒啊 谢谢 都是从侧面 正面就是正面那个吧 正面很少 一般都会烤你侧面 然后环境烘托的怎么样的氛围 渲染的怎么样怎么样的 然后肖像描写 环境描写 细节描写 一般都是这些烤的比较多一点 会管理后宫 什么呀 哎呀别这么直白的说了 什么会管理后宫呀 哪里 我是一个很专一的人 没有后宫 你是大猛一 正面就是正面 对啊正面很少 我是大猛一 对啊 我是大猛一 零加一也是一 零加一怎么就不是一了 零加一就是一啊 不要吧 哪里我 我的 我没有后宫 我跟每个女孩都保持了 非常就是平等的距离 很很很正常的距离 零加 怎么会呢 虽然我从来不跟别人争这个东西 因为争不过别人 我跟你讲 别人拉我的手的时候 比如说一个女生拉我的手 我跟你说是 好朋友的 然后你今天拉我的手 说你知道我当下什么感觉吗 什么感觉 妈妈 什么可能 什么可能 妈妈拉着我走 什么 妈妈的感觉 就这种感觉 你知道吧 不知道为什么 可能你身上这种母爱光环吧 夸你呢 你真棒 耶 耶 我很开心 关于成为你妈妈这件事情 我没说你成为我妈妈 只是说你 你 有那种 有那种 你跟人家 你跟人家女儿牵手 觉得啊我们是好闺蜜 为什么跟我牵手 就是啊妈妈 不知道 奇怪 就是奇怪 但是你晚着我的手就不会 我什么时候晚着你了 就是你这样子 就是这样这样 这样子的话应该是不会的 但是你拉的时候 就会有那个感觉 你妈妈会这样拉你的吗 我妈妈拉我呀 你妈妈拉你 我妈妈不拉我 然后你再说 我以后不拉你了 我就挽着你 在舞台上怎么挽着你吗 我今天跟小熊 今天小熊跟我机长的时候 两个人挽着就侧着走 小熊最近很贵 他越来越嚣张了熊子依女士 他那天骂我是个傻子 因为从KTV 我 我的天哪 我从KTV出来不认识路 充电宝这个东西 得放在门口借 然后呢 我从我们的包厢出来之后 我不认识 往电宝那条路 应该怎么走 然后熊子依就说 你这个傻子 他骂了我傻子 他骂了我其他的 熊子依最近总骂我 所以KTV我唱歌 那么当然没有 因为我那些嗓子很难受 因为他跟你熟了 他都会这样骂你 他怂了之后 他就非常的嚣张 老实调侃我 那也是对你那种特殊婚状 对吧 那别让他骂嘛 你不骂呀对吧 哦对 哦是啊 后宫加一 什么 没有 你是太子 啊 如果我是皇帝的话 你应该是皇后 我就是太子 我是皇帝 我要有我的后宫 我是皇后 我就不能做皇后 你弱后宫了 我为什么不能做皇帝啊 我知道 你太皇太后 怎么样 哇那个纯K的饭好好吃 哇太好吃了 他们唱了几个小时 从八点唱到十二点 四个小时 我吃了四个小时 哇 我没有停过 我吃了四个小时 你不嗨吗都 从头吃到尾 我吃了什么 吃了那个五谷鸡爪 吃了一碗牛肉面 还吃了 然后换一桌再吃 我没去那边 因为那边没地方坐 然后那个有什么炸的 然后喝了一杯珍珠奶茶 然后喝了熊子衣的那个什么西柚 然后还吃了水饺 哇吃了好久 我好饿呀 余嘉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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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等你播了吗 原来你在等我下播啊 没有啊 我根本没有下播这两个字 吃什么呢 啊 吃什么呢 你看武博函这种人自己点完饭 也不叫我们 我们去吃 帝锅鸡吧 帝锅鸡现在不开门了吧 现在都12点了 你刚还说开门呢 你搜搜 那只有我们俩就吃了 他没回我 看Siri录进去 嗨Siri 吃什么不知道吃什么 吃什么好烦啊 还是回家好 嗨Siri 太太你决定吃什么 杀蟹 那个什么 很久没吃杀蟹了 帝锅鸡 你帮我找找 喂 喂 那个 他说他这可能超出了我的能力范围 他有点意思啊 跟Siri说 你帮我找找帝锅鸡 等一下他没出来 嗨Siri 你帮我找找帝锅鸡 在哪里 在人家店里 你决定一个 重床鸡 美猫王的国际 上海市副胎路 是实在 Siri 你闯祸了 你回去吧 你 为什么要婚 我不懂 与家卫有时候 有些点 就是很戳人 就是 与家卫有时候 有些点 爱到你 就这可能就是 小孩子天真 嘛 就比如他那些天真的事情 我可做不出來 說啥了他把人家地址說出來啊 Stayway說出來不是我說出來的 你怎麼能讓Stayway 是這個嗎還是這個 這麼多呢我不知道這個好驚訝 你不是說是那個那個某 哦他到4點 那你問問他們吃不吃 他們不吃我替他們回答 那我們兩個 王爺我問他了他沒回呀 直播安的直播安的王爺了你問問 你不先跑過去問他 我們問王爺了 不要問我 我問了王爺他沒回嘛 我給他一次機會了他沒回我 那不就那個嗎 直接搜索 反正我的直播 不是我的Siri 我現在CV會講話了 我知道我那個CV都靜音的 要必須要按這邊然後他再說 你知道嗎 Hey Siri Hey Siri 把我自己的笑出來 你自己也是當然不是 因為他認識了你的聲音 真的嗎 Siri 我的聲音怎麼樣 你的聲音讓我想要請聽一下 哈哈哈哈 看到沒有 Siri都有語言的美肌 你都沒 等一下等一下 Hey Siri 你會放煙泡嗎 噼里啪啦 好 我給你來斷煙花吧 你放吧 我幫你吃完飯了 你放呀 你為什麼打開了一個音樂啊 為什麼 Hey Siri 你會放煙花嗎 你放吧 我給你來斷煙花吧 你放吧 你放呀 你放呀 他為什麼給我打開了一個音樂啊 為什麼 Hey Siri 你會放煙花嗎 那根本為什麼沒有聲音啊 抽了 為什麼 密封器 把關鍵再說一次 我知道怎麼說 不好不好 少女我像直播間不能說 你知道林嘉儀是誰嗎 林嘉儀電視劇歸圖如紅中 找到另外一個林嘉儀去了 你問他 SN48的林嘉儀 嗨 Siri SN48的林嘉儀 又不理你了 你看 那個什麼 那個什麼來的 SN48的林嘉儀 他沒有聽明白我的意思 嗨 Siri 嗨 Siri 幫我找找48的林嘉儀 480加一等於481 我自己理解 我480加一等於481 等於481 又你說 我不知道480加一等於481 為什麼他不說話呀 為什麼呀 又你教我 Siri真是 Hey Siri 你認識 Hey Siri 你認識余家衛嗎 抱歉 嘉儀 我在你的通訊錄裡 找不到余家衛 威家衛 不要聽你的Siri講話 你的Siri沒有用 Hey Sir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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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認識SH48的余家衛嗎 余家衛 他不認識你 他沒有說 他只是沒有聽明白你的意思 你就說明產數 480加1 480加1 別叫你的Siri出來 我能叫出你的Siri 為什麼搜不到我 你們有沒有在百度百科搜我林嘉儀 你幹嘛 說我的Siri 誰說你的Sir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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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百度百科上的林嘉儀是個歌手 他有個英文名叫Kerry 你們聽聽 你認識SNH48的林嘉儀嗎 中國女子偶像團體SNH48 十五七生 SNH48 team X成員 中文名 林嘉儀 外文名 Carrie Carrie 加1 國際 Carrie 是誰啊 你不是Ad1嗎 我不知道 1月13日 星座 摩羯座 細形 B型 身高 162厘米 經濟公司 狂暴 哪裡狂暴 你們163厘米 2021年4月3日 成為SNH48 十五七生 8月23日 生隔 加入SNH48 記這麼寫 你看我那個 我這裡搜不到語家衛 查五次人 你 有有有 你們讀嗎 你們知道嗎 我是B型學 對嗎我是B型學 你們知道嗎 林嘉儀搜出來之後 底下有個林嘉儀應援會 就是就是那個搜索詞條 你這麼高 你有1米72 我覺得你的腦子是有點B型 你不要 不要看這個 Ciri別叫了 嗨Cir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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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說我8月23 8月28可能是公演上面 說 我只問這個 上海市 出生日期 6月7日 星座 雙子座 血型 A型 身高 172厘米 經濟公司 上海48文化傳媒集團有限公司 腦灘 你經歷 2021年4月3日成為SNH48157生 不想聽你 你不重要 聲格加入 哎呀閉嘴了 可以了不想聽林嘉儀 我看林嘉儀底下搜索詞條是什麼 林嘉儀到底是誰的女兒 林嘉儀是哪個電視劇 林嘉儀是林氏淵親生的嗎 SH4TA林嘉儀年齡 怎麼這麼小人 這麼多人知道我年齡 林嘉儀電視劇 林嘉儀的電視劇 這個林嘉儀想做的很 啊 我不要看這個東西 還有什麼我看看 林嘉儀瑜伽魏 哪有林嘉儀的 為什麼會有林嘉儀的 為什麼你的名字會跟我放在一起 我覺得有點 你點一下看看 不想看 林嘉儀和余佳魏是一對好損友 誰放的誰啊 這什麼豆瓣 15期預備生余佳魏 在林嘉儀直播背景中一直在哭 同期舞伯寒和林嘉儀一直在安慰 其實余佳魏真的挺好看的 這什麼東西 你不要不要再看了 這種東西真是 什麼恭喜15期全員升格 還有什麼 林嘉儀武伯和余佳魏初戀蝴蝶 看我的DonTouch 不想看 怎麼這麼多呀 不知道 從B站尻過來的吧 在可能B站上面的 15期預備生亮相 我第一次在百度就是這樣搜 我沒有看 我如果看了我就知道這個體驗 我這些杜拜怎麼沒有 這是什麼小組討論 什麼高清突擊 我看看林嘉儀 後面還有什麼 余佳魏 你那個百度百科大家去搜一下林嘉儀 不要不要 余佳魏的百度百科 不必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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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他們公演後面都看不到好嗎 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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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你叫誰誰叫我擺這個動作的嗎 社長 他跟我說他說 我說我能不能酷一點 他說不行 他說你得擺這個 我說 啊行吧 我就非常的 你們知道嗎 強言幻笑 嗯 之前我那個不是有一個那個燈箱在外面嗎 然後那天公演 我說過這件事情嗎 我說了嗎 那天公演 那天公演那個阿姨說 他說 他說林嘉儀啊 我在外面看到了你那個粉絲 給你做那個廣告牌 好好看啊 他說你擺個這個動作 我說 我說是這樣嗎 林嘉儀 那個阿姨那個阿姨在後面 你擺個這個動作 然後他說 我在後面 我在外面看到你好大一個 後台的阿姨這麼跟我說 你擺個這個動作 這阿姨真的太好笑了 阿姨現在都已經知道我們的名字了 就連樓樓下的叔叔都已經知道我們的名字了 真的好快 叔叔知道我快遞名 天天喊我快遞名 大鯊魚 問你就剪刀什麼 瑜伽問以前的catch face 我跟你說 15期裏面只有我最長情 往事就不要再提 15期裏面只有我最長情 關於我的catch phrase 就是從頭到尾 都是 不是三加一不是二加一 也不是一加一 瑜伽杯子開始的 開始杯子是嗎 雖然現在是一條小魚 但是總有一條 會變成大鯊魚 我跟你講這個當時 唐永在底下看的時候 他就非常的 對我這個就不是 不是很喜歡 也不是很喜歡 不是不是很喜歡 就是說 就是說 他起碼抬頭看了 然後那個余佳衛剛出 你為什麼這樣不說catch face 因為現在加點開心 加點快樂 最重要的是 加點微笑 這個是 這個是你和武博涵幫我想的 對 然後呢 武博涵之前的catch phrase是什麼 12345 上山打老虎 老虎沒打到 抓到小松鼠 大家好我是SH48的15期生 武博涵 大家也可以叫我小老鼠 不是 大家也可以叫我小老虎 或者小松鼠 說錯了 小老虎或者小松鼠 對小老虎 就是小老鼠了 完了完了 不要不要不要打死吧 張燕燃以前 他的catch face是什麼 張燃是那個 不是他出道的catch face是什麼 誰啊張燃 他也是那個 一直都是那個 不是不是 是那個 他出道是什麼 那個什麼 張開眼睛看這裡 這裡什麼那麼閃 然然然然然然然 沒有他出道不是這個 是這個 他出道真的不是這個 你看 他出道不是這個 他出道我真的忘記了 忘記他出道是什麼 然後 張燕燃以前 張燕燃以前 詩里 詩里 物里 雲里 什麼東西 詩里 夢里 雲里 物里 只想見你 然後呢 張燕燃 張燕燃太有笑了 張燕燃現在也不那個了好嗎 張燕燃之前可遊了 他一開始講這個的時候 真的嗎 非常難說 陪伴每天陪伴你的 不只有明月 還有張燕燃 他有動作你知道嗎 我那個時候沒有那個 張燕燃最開始的是 這裡什麼這麼閃 然然然然然然然 然後後來出道還要趕了一個 我忘記了 可能因為他不是我們隊的 所以就忘記了 然後我記得我以前有個室友 他已經淘汰了 他的catch face 小沉小沉 滿眼星沉 還有什麼小翼小翼 什麼什麼 對吧 就是大家 大家的catch face 然後那個時候 我的catch face被夜總誇了 他說 你們這麼多人的catch face裡 我只記得那個叫0加1的 那你告訴我 我就想問他 你告訴我 你要是幫我每個人都想一個呢 真是 你是這麼多人裡面 我只記得那個0加1的 然後我當時 所以我就到現在都沒有改 一直都是這個 你們有被他說要改嗎 我記得 我在小翼把你 啊華為音響叫小翼的嗎 一般這麼長 堅持不一年 那我就要一年零一天 你覺得我堅持不了一年 那我就要一年 你為什麼聽我的線 把他們都抖了 沒有啊 電車了 暈車了 就不能9年 啊可以啊 應該可以吧 我覺得 其實我有一次沒有喊 就感覺少點 還起高號頭 嗯 我想吃點東西 那就拿個磨油爽給我 我也要吃嗎 我要找啊 你太多了 我這裡沒有買東西的時候呢 王一柳 武博函 天天跑到房間裡面來 咦 哪裡啊 怎麼怎麼吃的都沒有了 然後呢他們也不進貨 就等著我買 吃個鴨鎮 有鴨鎮 我想吃鴨鎮 鴨鎮 鴨鎮是我從家裡拿的 沒有拿 這個鴨鎮很好吃 不會吧不會吧 應該有吧 我從小吃到大 拿了很多過來 是我從我妹妹的袋子裡拿出來的 就是我媽 我們不需要回溫中嘛 然後呢我爸就給我妹買了很多鴨鎮 然後在我回中心的時候 我就拿了你的鴨鎮 買油了 就這個時候就是 用阿姨的話就是說 想找東西的時候買也找不到 不想找的時候 這東西到處都是 能做你的零也能做你的一 不好 不好不好 有鴨鎮嗎 我拿了很多個 沒有 我沒找到吧 你沒有巧克力咧 巧克力我有呀 我看到呀 是真的鴨鎮 不是鬥雞 這上面就寫了鴨鎮兩個字 我以前 小時候都叫它鴨燉 那你現在真是有點美的了 我小時候都是叫它鴨燉 我小時候都是叫它鴨燉 就是小時候嘛 我還沒讀書的時候 我媽我要吃什麼 我要吃你鴨燉 不是肚 不是肚 是真 是這個字 但是這個真的很好吃 如果你 喜歡那種母味的話 就很好吃 它是 反正我只在上海和寧波 還有杭州看到過 溫州是沒有來一份 哇 快點沒乾杯 看我們很爽 給你們看 哎喲 BBQ了 這可以用嗎 這是洗臉機 你不是不用嗎 放在這裡 你拿吧 丟了 丟了 還有晚上好呀 半夜好 這晚夜都要吃多了很鮮 小魚很 小魚很會撒嬌的 好嗎 你沒有洗下撒嬌啊 我沒有撒嬌 你撒嬌我看看 那你要真讓我撒嬌 我也會撒嬌呢 我不會撒嬌 我也不會撒嬌 我也不會撒嬌 我成了會撒嬌 文件還有課 我 一點這個 壓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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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知道那條語音居然是公開翻盤 我 翻完出來之後呢 我就看到我那裡怎麼跳出來了一個 不辣 不辣 是鹹口 我看到怎麼跳出來的一條語音呢 我立馬我就把它刪掉 這麼辣嗎 我也想 那已經是我最夾 我平時會給你們講夾子音嗎 我怎麼總感覺我每次直播 旁邊都有嘉賓 瑜伽衛 你過來一下 等一下 不是 你過來一下 你看看你吃上面是什麼 這什麼 你為什麼會把 磨玉爽的油吃到眉毛上 你幫我擦掉眼 我沒有吃 你來的眼 我不知道呀 怎麼會有人把磨玉爽的油吃到眉毛上 你看一看 你看一看 挺漂亮的 等一下 不醜 今天一件很好笑的事情 你不要再很好笑 反正衣服是我的嘛 不要再 就是瑜伽衛今天穿了我的衣服 他裡面那件灰色的那個 我之前抖音發揮的那件衣服 一直到我們 一直到我們排練 哇好大一坨啊 真的嗎 一直到我們排練的時候才發現 吳伯涵今天也穿了那件衣服 但是 但是我跟吳伯涵不是商量好一起買的 就是說我跟吳伯涵不是商量好一起買的 就不知道為什麼我買完之後呢 他也正好買了一樣一件的一樣的衣服 他可能就真的想跟你一樣吧 他不知道我有這件衣服吧 嗯 那可不一定 就是不知道怎麼 就正好買到一起去了 然後 吳伽衛說 那我這不就跟吳伯涵穿情侶裝了嗎 不行不行 誰就是啊 我說我跟她中山了 你這個腦子裡天天想的什麼東西啊 不是 不是情侶裝是有人說的 我是直語 誰不是呢 情侶裝是吳伯涵說的 啊 吳伯涵說的應該是 你看看我自己聽一下 不知道因為 我這樣跟他吵架了 所以我都沒有怎麼跟他說話 我最近吵架了 所以我沒有跟他說話 我跟他說話 沒吃這個東西都卡著我牙 你可以找個牙籤 你能不能把辣筋的尿包放到我桌子上 你這個人就很 沒有 因為最近吵架了 然後今天MC的 其實也不是吵架了 就是只是開玩笑的 然後今天MC的時候 MC3 我不是站在那邊嗎 你要幹什麼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我們MC3的時候 不是站在那邊嗎 然後余家衛要站過去 我說余家衛別走 來我這邊陪我 沒聽到你說別走來我這邊陪我 我是想說你別走站我旁邊 然後呢余家衛就過去了 過去之後我把他就過來了 你就很故意 為什麼不叫我過來 然後我說吵架呢 有印象嗎 沒有 你那時候已經過去了 不愧的 我跟他們天天都在吵架 我每天都在跟他們吵架啊 我的頸也怎麼那麼小啊 瘦了吧 媽媽 你給他們吃東西啊 你這個人 金家妹妹 你餵吧 要換水了 S 要換水了 不要餵多也會撐死的 我求求你了水會髒 不好意思 要不你吃掉吧 你想穿世人化嗎 是啊 這個有點太多了 你這還有裡面兩個隔離盒你也得餵 隔離盒餵啊 但只餵了一個隔離盒 因為另一個是我昨天的前天 就看上去好像某個蟲子卵哦 不走程序冷戰 就是如果你真的不開心 那肯定是會冷戰的 朋友們 你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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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因為沒有不開心 你看這是永遠的 在ids 你快吃快吃啊 你傻啊快吃啊 那天我跟王一老蒏那邊看完相的說 這個還是圍著這裡面嗎 就圍著這裡面吧 那個會把乾弄髒 我們看不見 孩子长大那么快啊 你把那个盖子掀开 不掀开有什么区别吗 不掀开会弄到盖子上 然后它就会脏 真烦 可以够了吗 够了够了够了 太不错了 轻一点不要压它 它会往前丢我的 我哑哑弄 你哑哑我 我谢谢你 不要倒多了 你看我倒多了我也会知道 然后把它 把它倒回去的呀 这是什么 这是什么两个呀 我倒哪个呀 你倒进去就好了 太多了这里面就一条 一点点就好了 太多 你就那个倒一点点就可以了 吃饱了会不吃的呀 那水就会脏掉的呀 那你换水 不一样来换啊 那换水 太多了 哎呦 哎呦哎呦哎呦 真臭 那鱼石嘛 哎 这让人不省心呢 那我说哪来的问题了 哪里熊不是我平时不是这样子的 我只有遇到这种事情的时候 你要吃西瓜霜吗 你有毛病 我没有毛病我吃什么西瓜霜 吃一个吗 吃一个吗 还要跟我分享西瓜霜吗 多买了 怎么凑不了蛋 西瓜霜吃什么呢 润喉 你再啊一个 不要 我拉了一会儿把它扔到我的嘴巴里 多买 你尝一个 我去尝一个 我去尝一个 我又没病 我为什么要吃西瓜霜 配的难吃 那么难吃你分我吃 那我怎么知道 我看这个粉色的 应该是甜味 应该是西瓜味 粉色漂亮啊 对啊 好漂亮啊 所以就买了 不是主要是为了满解 不是满解 就是凑单 凑起送费 不然他送不了 我也要玩了 每次都开始解释 我是真的不凶的 在等你喉咙痛的吃 我谢谢你 你 谢谢拿你的十个玫瑰花 好我也要想 看一眼 吃什么呀 不是说了吗 地瓜鸡 那要叫他们吗 叫过来 现在两个人没回我 你觉得 对啊 那我们就冲过去叫他 我们就 冲进去 然后逃到王一流 你轻一点说 不要让我把你听见了 好的 好我也要下播了 要吃饭了 这么晚还有没有不知道 然后看到衣不凌乱的某某某 从谁谁谁的房间出来 林嘉宜在走廊镜头 向他认了一件衣服 大声喊 穿件衣服吧你 我每次进226 小五 小五他自己吃了 他这样自己吃饭不叫我 怪不得在场价呢 吃饭都不叫我 我每次进226都会跟他们说穿件衣服 往往一流 他们都不穿衣服 快乐的时光总是非常的短暂 到了跟大家说再见的时候 谢谢大家今天送我礼物陪我两天 拜拜我们明天见 明天就是21号了 我们明天见哦 拜拜 快点睡觉吧 明天见 闪眼睛 什么时候没电 不知道 说到这个 玛娜 哎等一下我讲完这件事情再下 讲完这件事情不管几点钟我就下 是这样的 我当时有这个荧光棒拿到之后呢 我是扫码 扫别人的微信拿的这个荧光棒 就是那个什么微商那种 加了微商拿的荧光棒 然后就特别开心给玛娜发视频 我说你看我有个魔法棒 然后那天他跟我说 你们能不能去下一个抖音结束版 我说为什么下一个抖音结束版 他说给他那邀请网上可以拿钱什么的 我说 可是我 我是一个很高贵的人 我说我不能随便下载这些东西 然后 玛娜就说 啊那你之前不是随便加人家微信 你拿了个魔法棒吗 我说那是因为那个时候我还不高贵 但是我现在变得高贵了 所以我现在不能随便乱加本微信 我加的是一个微商 好像是做什么母音产品的 进了一个群里面 拿了一个魔法棒 我现在不能乱加 我是一个有意识的成员 好了 走了 再见 玛娜啥时候入团 玛娜不会入团的 因为她有对象 拜拜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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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